好,各位大家早安 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 两天两天我们来把大数据分析的基本介绍 介绍给大家认识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 去年我花了好多时间跟杨老师一起来去准备该怎么教 可以让我们在短短的两天之内 先把这个大数据分析有所认识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希望说您除了学会 学会是一件事 接下来你要真正的去动气数据里面的行为模式 然后最后你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作为 或者是一个政策拟定的参考 可是在这个政策拟定参考之前 最重要一件事还是要先了解我们的数据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期待希望就是说 你整个这两天课程学完之后 至少你可以发现这个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好用 而不是说再拿以下来去做一些数字的计算 因为这两套软体的性质不太一样 好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花两天时间跟你们好好分享 那这为了要上课的一个完整性 所以我中间是不中断的 您随时都必须要跟着我一起操作 可是有些学长他可能就是在中间可能会有恍神的情形 这个时候我们课程 我的班级会搭配另外一位辅导的老师 协助各位让课程能够持续进行 所以原则上我是不中断 我尽可能的不中断 但是我在讲解的内容 我会让你是以听懂为原则 而不是只是告诉你说 1点这个2点这个3点这个这样子的教学是没有意义 我会让你在每一个细节环节都了解 大数据分析是什么意思 他遭遇了哪些问题 然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使用哪些高科技的技术 还有最后我们该怎么解读我们的资料 然后动气资料的行为模式 好那我的课程讲义 办例全部都放在这里 包含说今天的课程 还有之前这三四年的课程 我全部都放在这边 当然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再继续参与那个大数据分析的进阶课程 进阶课程在这边还暂时没有办法开程 因为他还没有请我们来规划 所以希望也许 也许您觉得这两天课程上完之后 你还想要更进阶一点的话 那就欢迎你们在贯卷的内容里面 可以麻烦打几个字 好那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就是我的电子邮件 我也留了我的LINE跟WeChat 方便你们跟我联系 好我是目前是在国立阳明大学 攻读我的博士学位 然后我也拿到了博士候选的资料 但是距离这个毕业真的是遥遥无奇 但是我希望我的一些资讯工程背景 能够跟生物跟医生来去配合 然后对于人类这个癌症200多年没有解决问题 我们能够稍微往前更推进一点 那因为我希望花更多的时间 对不起 在研究上面 所以我就把我的所有课程全部录制好 然后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影片 如果说你们在耳后有任何问题 我就直接告诉你 例如说你加我的LINE 我就直接贴给你说 请账号这一段影片 这样是不是可以节省我很多的一个时间 可以了解吗 那当然我们今天课程等一下 因为可能会有后面的学长 他看前面的字看不到 没关系我会直接开直播 所以你只要到YouTube 现在此刻 你只要到YouTube 搜寻我的姓名 然后你就会发现我的直播 但是你不用开声音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直接跟我讲 这声音是我查询过 是同步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秒差 所以基本上 如果说你看不到的话 那就建议你们打开 例如说YouTube的视窗 然后来去观看一下 记得把声音关掉 把声音关掉 不然的话会变成 我们班很像那个菜市场 而且几乎都是我在讲话 这样就不好了 欢迎各位 如果说有任何的一些数据分析 还有我们实验室比较偏总 老师喜欢的 老师要兼职要做 就是跟人类健康是有关系的 像我们都是跟卫福部 还有像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合作 然后就是希望说 能够去真正的解决一些人类 癌症这方面的议题 那我的比较专长部分 是在RNA的部分 核糖核酸 因为我相信 我相信 这核糖核酸转移变成 蛋白质的过程 这边要是发生一些问题 可能怎么样想办法 再把它救回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于癌症的转机 好 那欢迎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再来去聊一聊